第五百六十集 这一瞬间 他已经想好了对策 一招手 剑光顿回他的袖中 黄色巨蝶飞来之时 他已经凭空消失了 蝶一停住 嘴巴一张一合 问金虎 这是怎么回事 金虎同样不知 却有其他要求教导 蝶长老 这人可以随意利用正法之力 蝶一头上的两条触须 换了换 撒下一片黄色粉末 这些粉末围绕在队伍周围 形成一个保护层 做完这些 他想回要求队伍 变回人形 金长老 防御非我之常 还要劳烦你 金虎摆了摆巨大的惊维 无必忧心 头顶的喷水孔 突然喷出了滔天水珠 洒向四周 水珠变成一颗颗的水珠 浮在半空中 这些水珠将周围的冰冷火花 暂时隔绝 给众伍妖修 修整的空间 而且 只要秦夕一出来 这些水珠就会预警 见过两位长老 弹出空来 两位妖修 攻进行李 不必多礼 金虎张了张 不满力尺的嘴 眼睛扫过 身影沉响 其他妖呢 一名九节妖修初恋 战战兢兢的 禀金长老 能确定与命的 有六个 失散的 有三个 叠晕眉头叠起 身影冷漠 二十六个妖修入阵 如今 只剩下十七个 你们好本事 虽然没有出声大骂 可不悦之意 很清楚地传达出来 众位妖修 更加诚惶诚恐 妖修之间 较之人类修饰 更看重尊卑之别 而且 九节与十节之间 差别巨大 八节的妖修 在南海到处都是 九节也不算太稀罕 十节 却是数得少的 金虎却道 这大阵 确实有些名堂 怪不得他们 金虎的理解 让这些八九节妖修 心存感激 一名九节妖修 鼓起勇气 寻找老 我们寻找过了 镇内 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海情经常到指点 金虎道 人类修饰的正法造诣 比我们要求高了许多 所谓特殊植物 不一定是与周围环境 格格不入的 而是 具有特殊能量的东西 是 这名九节妖修 公斤回道 还请金长老指教 金虎知道 对正法 没有一定的造影 很难找出正眼 所以 他也就不苛责 这些妖修了 他摆了摆金尾 抬头打亮这个世界 人类修饰的正法造诣 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他们的护山大政 几乎就是创造出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有自己的天理规则 有自己的灵机运行 如今 仅仅以虚幻的态度来对待 那将会死得很惨 金虎一一扫尸过这个天地 头顶的大地 有山川 有平原 沙漠 海洋 除了没有生物 几乎是完美的世界 脚下的天空 宽广 辽阔 似无尽处 只有太阳 太阳 金虎眼睛一亮 喷水孔中 喷出一股极细的水流 往太阳交去 接近太阳的时候 水流被快速的烤干 消失在空气中 这种看似无用功的行为 却让金虎眼睛一亮 他可以确定 水流一接近 太阳突然散发出 更加强烈的热量 这种自主心的行为 是正眼的特征之一 他叫道 攻击太阳 智 众为要求其应 各自取出本体某个部位 练花而成的法宝 向脚底下的太阳攻去 金虎是他的立志 蝶衣则是翅膀 两位世界要求 奇迹出手 一白一黄 两道灵力的气息 往太阳而去 就在这时 一个白衣蓝袍的身影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们身后 袖中划出一道红色见光 拉得极细 避开密密麻麻的水珠 缓缓游了进去 正在攻击太阳的妖羞们 没有察觉 金虎的实力 是妖羞之怪 他们根本没有想过 竟然可以避开他 制造出来的水珠护照 红色见光 慢慢地掺透护照 触到最底部 忽然 红光暴涨 杀气毕露 见光 一下子将周围的水珠护照 搅得粉碎 一下子出现了一条 树丈长的通道 妖羞们反应过来 蝶衣再度撒出一层粉末 暂时阻住了见光 然而 连锁反应之下 水珠护照 纷纷坍塌 不过树袭 便全部粉碎 那些水珠 被狂风卷得 无影无踪 刚才被水珠 阻挡在外的 冰冷火花 黄沙狂风 再度扫来 藏组之下 众多八戒妖羞 来不及防备 被扫中某个部位 而受伤 蝶衣大怒 这要转变攻击目标 秦夕 身影一晃 再度消失 蝶衣 惊火道 在大阵之中 我们奈何不了他 只能防范 你带着他们攻击正眼 我防范 既要防御正法 自身的攻击 又要防范 清晰不实的偷袭 他必须提起 全部的注意力 而无法像刚才一样 紧紧施展一个护照 秦夕没有辜负他 时不时的出现骚扰一下 牵制住惊火 又一次骚扰后 秦夕引去身形 身世传音 天歌 还能撑多久 任何阵法 都是由临时组成的 而临时 拥有一个极限 墨天歌计算过 天地颠倒枕 开到极致 或许可以斩杀其中 大部分的要修 但是 两名石皆要修 很有可能有什么保命的秘书 可以逃过一劫 而雷霆一击之后 天地颠倒枕 就会因为透支能量 而来不及换临时 导致报废 到时 他们面对两名石皆要修 再加上一名 大街要修 倒是可以自保 而那些 还没有传送完的 低阶修史 就保不住了 所以 他们打算降低 正法的威力 换取时间 这种情况下 就要平摊正法的威力 正法会困住他们 也会造成一定的困扰 但并不能面杀他们 面杀的任务 就落在了阵中的秦熙 和芬妮身上 偏偏 芬妮没戴上御服 就进了正法 现在 只能游荡在外围 所以 真正的人手 只有秦熙一个 正面对抗 那是不可能 秦熙一人 哪怕借助正法之力 也没办法 跟拥有两名 十阶妖修的 妖修小队平民 所以 他只能 侧面骚扰 争取时间 墨天歌 再度计算一番 只要他们不是一下 就把阵眼破了 应该可以支撑 十个时辰 十个时辰 秦熙松了口气 足够了 他们想破掉阵眼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太阳 并不是阵眼 而是墨天歌 刻意伪装的 真正的阵眼 在头顶的大路上 就在他们眼前 那个咆哮的大海 妖修们 万万没想到 阵眼 会被制造的 如此之大 看到这些妖修 在疯狂地攻击太阳 秦熙再度现身 三阳真火箭 光芒暴涨 轰然出手 金虎已经很小心了 但还是没想到 一直骚扰为主的秦熙 会全力出手 这一剑 直接粉碎了 他再次布下的防御姐姐 甚至 轰上了他的本体 朱雀之燕 大道地将他烧得 一团较黑 这一次 金虎暴怒了 可下一刻 秦熙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随着时间过去 墨天歌越来越轻松 山门外 玄悦妖君的脸色 却越来越阴沉 听着大真美的动静 他几乎忍不住 想换回部下 但他克制住了这种冲动 他知道 继续下去 还可能拼赢 如果现在把他们换回 那已经阵亡的部下 就白白地损失了 他知道 坚持下去 他一定会赢 因为天极的先门 派不出援军 仅凭他们几个 守得了一天 守得了一年吗 再说 他们有什么理由 一直守下去 可是 他希望 代价能够小一点 至少两位长老 不能有事 大阵内 太阳的光亮 慢慢地暗淡 众为要修 面露喜色 连时时受到骚扰的金虎 都分出点精神 注意着那边 但他丝毫不敢答应 那人类修饰 已经把他折腾够了 他有理由相信 只要他一个闪失 那人类修饰 就会冒出来 给他们致命的一击 幸好 他担心的事情 没有出现 叠一的双支一五 一道金色亮光 扑向太阳 发出轰一声巨响 终于将摇摇欲坠的太阳 彻底击回 看着太阳向上击飞 最后落在咆哮的海洋中 发出巨大的声响 甚至造成地面的海啸 终于要修 面面相识 没有天摇地动 也没有天奔地裂 就这么安安静静的 不 那些冰冷 火花 狂风 雷电 还在凶猛地向他们攻击 这只有一个解释 不是正眼 金虎 正正地说 正眼被毁 正法 就会崩塌 太阳被他们击毁了 正法 却完好无损 说明太阳 根本就不是正眼 白衣蓝袍的身影 一隐而没 千百道红色剑光 突然出现 铺天盖地 向他们游来 金虎 正恍惚惊 只有蝶衣 快速地洒出黄色粉末 将剑光 稍微阻了阻 却不足以化解 眼睁睁地看着剑光 击中他们 红光药木 尽管不足以灭杀他们 却令他们 人人呆伤 而杀伤他们的罪魁祸首 又消失了 正法外 也到禅音符 飞了出来 坐在墨天歌手中 禅音符 无火自燃 缠来唐圣的身影 叶长老 所有弟子 传送完毕 墨天歌面露喜色 快速地回了一道消息 你也传送 传送后 毁之传送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